他竟然花了8萬多塊 他什麼都沒得到 對吧 你們這樣等於是在做博弈 我也沒有要求什麼 如果講難聽點 拍到這種畫面 不是預料總統事 但也不意外 對 我一開始開開心的時候 講到覺得好像有點在 覺得感應和惡意在抹黑我們 剛剛我們就在確認說 這裡面有沒有iPhone我們才來玩嘛 那現在就是說有我們才來玩 那你現在跟我講說 有可能在那四張裡面 那你前面跟我講的iPhone是講假 這已經不是一個公平的交易 事情還經過就是 前一陣子我退地去桃園 然後找一位網紅 他叫YOFOC 那他有一家娃娃機店 那他裡面有一個活動 就是抽iPhone15 那遊戲規則的話就是 總共有360抽 那一抽是200塊 200塊 那其中一張一定會有iPhone的錢 那他一開始從一支iPhone 開始慢慢的加碼上去 就為了搶優我們抽越多 甚至到加到五支iPhone 五支iPhone 那五支iPhone的時候 那時候你們就花多少錢了 我們那時候已經花了大概 已經五六萬左右 那你那時候沒有想說 直接全部包下來嗎 有 但是他的遊戲規則就會一直更改 對 然後他的金額也越來越高 他後面開始甚至賣到四百五百 一張 對 那我們也沒有理由說不行 記得你說花八萬塊嘛 對 所以一支手機都沒拿到 對 我另外是想知道說 因為你說 你有提到說 你覺得他們有出勞籤的行為 是在哪裡發現 原本在抽一百多抽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不會去靠近錢筒 那直到後面 籤數越來越少的時候 他們現場有三個人 那另外還有他的助手 那有伸手進去 那假借可能數籤的方式 那當時我們已經來不及去 阻止 對 那直到最後他更改一個遊戲規則 就是剩下八十張的時候 他說我們拿六十張 那 這位網紅拿了二十張 說這樣機率很高 那要求我們付三萬多 那我們也想說那就全包吧 因為他們坐在我們對面 所以我看到他的另外一位同伙 遞了一張籤子給這位網紅 然後這時候就出現了 手機 對 因為我只是聽你講 所以我不能去判定說 他到底有沒有做這行為 但是 先不講說他有沒有做籤這個行為 對我來講 他這種是算戀財的行為 因為如果是你照這樣說法的話 其實他跟賭博沒兩樣 我聽起來我也是覺得很可以 那我現在決定幫你做一個方式 就是 因為我要知道 事情真正的狀況 這次的錢由我來出 我來看一下這個籤裡面 到底有沒有iPhone 以及說他到底有沒有 去做一些過多的事情 是不是像你說的 他就是在 欺騙你們的 信任跟金錢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直接出發 因為他店裡 首先我們先講 就是他現在不是要 包你剩下的牌嗎 對啊 160張嘛 對 400塊嘛 對 4 4 400塊 對 因為我現在講的點很簡單 是 我認為啦就是 不應該是這樣的做法 因為你們價格是固定就是固定 那沒關係 現在 簽在哪裡 喔 簽都在那裡 嗯 我直接拔掉 我直接包掉 160張我買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就這樣子 可以可以 對啊 就當然可以啊 嗯 因為他上次也都是有包 沒有 因為他上次反映的問題 其實他有講 因為 因為 我這個人大家都知道 我做人處是這樣 那我會覺得說 他盡量花了八萬多塊 他什麼都沒得到 對吧 這應該 對 他玩兩次了嘛 然後他來跟我 跟我講這件事 我就說 如果是以正常做正義來講 你們這樣等於是在做博弈 其實我 我老實講就是 其實根本現在跟 這個錢不是我們主要的目的 主要目的是 他根本投訴也不是 一開始不是投訴 錢有問題 他就是覺得說 他沒拿到東西 不是說沒拿到 是 這已經不是一個公平的交易 就是掃四張嗎 掃四張 那不然就要看那邊 有沒有人打完 但是我現在問題就來了 剛剛我們就在確認說 這裡面有沒有iPhone 我們才來玩嘛 那現在就是說 有我們才玩 那你現在跟我講說 有可能在那四張裡面 那你前面跟我講 iPhone是講假的 因為人家中的太多 那我現在問一下 我現在問一下 我現在那兩隻iPhone 怎麼辦 嗯 通常如果遇到這個狀況 是什麼 錢箱的錢 還有 加獎 上面全部的獎 你對我來說 我直接講 就像炸毒一樣了 我就明白講 這錢箱是我的 你要怎麼給我交代 確實是炸毒的感覺 但是 我們也 懷疑 是不是搞事 你可以作為我們怎麼搞事 你覺得 不是你 因為今天是 他委託你 所以 到底 我講哪一年 你可以講出你的質疑 我們就沒關係 會不會別有居心 就假如說他討厭我 或者是他疏懶 他就想要你搞我 這個是 有可能的 那也要你 你的牌沒問題啊 對啊 那 前面他在抽的時候 他知道今天要來拍 但我們不知道 對 他會不會已經中了 他就先藏起來 這是我合理懷疑啊 可能他不會做那種事 但是 會不會是這樣 你們都這邊看著啊 對啊 他試的牌 沒有在看 那他試的牌都在這邊 坐在這邊看 不看有沒有200抽 或者是掉檢查 如果你覺得 你覺得有這問題 我們現在算200抽我們在拿 你覺得那個機率太低了啦 對 你講的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因為他那時候我們後面看著 他去藏這個牌 沒意義 因為我們那時候 當下我在門口 我在門口在拍的時候 我就講 我不希望有事情 我最好是我現在 他開到獎項 我就直接離開 我根本就不用 因為他就中 就代表你們沒有任何問題 但是為什麼會進來呢 第二點就是 因為160抽的時候 你們說要加碼 大概300塊 我說為什麼 因為錢現在是我的嘛 我為什麼 我現在就是 擺明就是玩到底 為什麼後面要加錢 所以我不能接受 那你說好 那加400塊 可以有兩支手機 我換算一下 OK啊 400塊我全包嘛 但是現在包了之後 沒有手機 的那張號碼 所以現在我覺得 非常奇怪 要找 要找 不是 現在是因為我在這 所以要找 那如果堅持一般民眾玩呢 喔 會有一個 合理的 處理方式 我也沒有要求什麼 我覺得這個今天 我覺得是 如果想難聽點 拍到這種畫面 不是預料中的事 但也不意外 對 其實拍到已經 我一開始開開心 我想已經講到覺得 好像 有點在 不是你喔 是覺得 感到惡意在抹黑我們 因為我們也是 大哥 我不是說你啦 我不是說你 千就不見了 你說抹黑 你真的蠻能拗的 我不知道中間做了什麼手腳 你們一直都在現場 對 你們都看到他玩的 除非你剛才說他一個人在那邊玩 玩到後面跟你講說沒92號 那你可以說他搞事 你們三個都在現場 他只有兩個 一來一人在這邊 我們是後來進來幫 查千歐 除非你認為說我進來就把那張牌給抽掉 我根本連你中獎號碼是誰的 我都不知道 那兄弟你想啊 你 會希望 我們怎麼 你太扯了大哥 我現在想講 我也不想拍了 好吧 那你們要怎麼處理 你們這些處理 那我今天 我看到的狀況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保險 我又覺得 你蠻扯的 就這樣子 實際上我認真說 花了費用 我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在25萬 切位手術是可以申請理賠保險 但目前申請理賠的金額是 要回歸150萬 所以 如果我有花多少錢 可能是我是淨賺125萬 當初我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最擔心是 那 那他那時候跟我講說 他有一年不能刑房 我那時候聽到這件事情蠻嚇到 但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是 可能是看人 因為我記得我 手術後的第二天 我就刑房了 主要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因為外貌的關係 而是因為最主要是因為我在做最後一次體檢的時候 我三高其實一直都有 但最害怕就是 這個讓我有點緊張 因為糖尿病這種症狀說實在的 我聽到太多人說過 而且最怕最怕就是洗腎 那我想說我 雖然說也年紀不小 但也沒有到很老 所以我當然不希望我的青春都斷送於此 所以就決定一欄決然 就經由 有人的介紹 然後就去到 就是 台中的這個醫藥 學院去看一下那個 所謂的減重門診 然後就看一下 然後醫生當下也是下狠話 很簡單的 他就跟我講說 如果我不割了很快就中風 很快就死掉 高危險群 你會猝死幹嘛 有的沒有的 我也就立馬就決定 就是當天就決定 睡好 然後我決定做科技的事情 主要就是因為糖尿病 高血壓高膽固醇 高鞋子 對 就大概是這樣 我不想知道 很多人在問說 你到底總共 從頭到尾花了多少錢 實際上我認真說 花了費用 我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在25萬 那上下可能還多 會剩下幾百塊 一兩千塊 是門診費用 我知道就這樣 就沒有其他費用 那 我目前 不確定會 花到這個錢嗎 是因為我有保險 順便跟大家說一下 切胃手術是可以申請理肥保險 那我有聽到 有的沒有申請 申請理肥過 也有申請過 但過的比較多 那依目前來看的話 我目前投保金額 以及加上申請理肥金額 因為還沒有理肥下來 但目前申請理肥的金額是 要回歸150萬 就是要回來150萬 但目前好像前面都顧了 就要等 就等 放款 就這樣 所以 如果我有花多少錢 可能是我是淨賺125萬 你做了這個手術之後 你的食慾 或是你生活 會對你有什麼影響 先跟大家說 因為最多人問說 做這個手術 要影響工作幾天 我相信是大家最想知道的 那我先跟他說一下 每個人體質不同 但依照醫生的說法 基本上是兩天內 而我又算比較特殊的一種 我是隔天就出院的 當初我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最擔心是 因為我有個朋友也有做 他也是從一百多 一百二、一百三 直接受到剩七、八十 那 他那時候跟我講說 他說因為硬不起來 他會想要但硬不起來 我那時候聽到這件事也蠻笑的 但我後來發現這件事情是 因為我記得我 因為傷口吸也蠻笑的 只是我盡量就是 盡量自己不動讓人家動 就其實 心房的問題是沒問題 就所以 性生活沒有受影響 而且我反而覺得 好像性生活需求有變大 目前的感覺啦 就是 體力可能變好 就比較能動 以前都只能躺著 現在還可以自己換位置之類的 最大影響只有在於 吃東西的時候 因為 我的聚會也蠻多的 然後 廠商請吃飯 像現在廠商 有些廠商可能還忘記說 我有做這個手術 所以說 我們約一下出來吃個飯 那我都會說 我是能吃嗎 但唯一的影響就是說 吃東西的量變很少 我還記得剛開始前一個禮拜 說實在是幾乎沒有進食 因為你進不了 而且也不能吃 但是我個人的感想是 很多人問說那還要做嗎 我說實在的 你看著自己體重在下降 跟身材改變 像到現在其實我覺得 因為大部分肥胖的人 不外乎就是像我這種 跟另外一個就是暴飲暴食 那我覺得 這個對暴飲暴食 我就很有效 因為 認真講你的飲食會改變 像現在 我以前看到東西 我就會買來買來買來 然後吃不吃我覺得無所謂 那很歧視 可是 想到就會吃 但現在其實就會慢慢改變這個習慣 就是 你不會看到什麼就買什麼 因為我會跟自己講 我吃不下買也沒用 就變成說 很多的生活習慣會改變 那我相信 久而久之未來的飲食 也會不會這麼像以前 這樣就是暴飲暴食的狀況 這個一開始很擔心 瘦得很快嘛對不對 那你的那個皮膚在紋身內 會不會都皺掉 我目前將近剪掉50公斤 但我覺得 每個人可能不懂 因為醫生也說 我的肌肉含量本來就比一半很高 因為像其實現在螢幕上看到我 其實我還有83公斤左右 數據顯示 因為那是2月1號做的 今天是2月6號 其他五公斤應該是不會落差 頂多差1公斤左右 那等於是將近50公斤的 重量 我目前的紋身看起來是沒有任何的 異重 最多人還有問說 醉皮的部分 我的醉皮也給醫生看過 一定是會有 因為畢竟瘦了50公斤的肉 但醫生也說 我的醉皮的量比一般人少 就是我醉皮的量沒多多 但後面我會怎麼覺得 其實本來是想說要去做 蠟筆手術 但又發現說 其實皮革沒有這麼鬆垮的情況下 我可能會多吃一些高蛋白的東西 讓自己肌肉量增加 看能不能把它撐起來 就不要有那麼多醉皮 那 基本上 而且加上說我又是有紋身的人 那我本來 醉皮最多部分一定是在肚子這邊 然後我肚子這邊應該到時候會紋身 所以也在想 如果真的沒有到很嚴重 就會跳過手術這個階段 直接去做 紋身 然後跟增加自己肌肉量 減肥 目前這樣看起來 就是這次的減重企劃是算成功 因為我目前體重也下降 體脂也掉下來 然後以及說 我的目前高血壓 高血壓是還有老實說 因為高血壓 我印象中我第一次去量血壓的時候是220 這次去量只剩120 所以等於 降了 剩成100個血壓 所以高血壓是 有 但是等於是 只是一個偏高血壓而已 那鞋子跟血糖都掉下來 所以基本上